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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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在上上個星期 其實我們已經進入到新的一章 第四章的第一節 那麼在第一節那裡 提到了這個十九世紀這個美學 不同於十八世紀的美學的四個關鍵上的轉變 這個是那裡面所談的 可是事實上他大概只有在第一段 講了這個十九世紀的這個特徵 那麼之後他又回去談了十八世紀的很多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事實上在那裡還停留在 至少很大的一部分還停留在這個十八世紀 那麼那幾個特徵大概就是潛藏即止 就是只是大概的談到 那麼從第二節 這個所謂的黑格爾的社會表現美學開始 我們就真的要去談這個十九世紀的美學了 那麼因為我們的書裡面事實上是把黑格爾的美學 就歸納在十九世紀 當然是十九世紀初 因為黑格爾他事實上是生於這個十八世紀末 他這個他生於1770年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他還在十八世紀活了這個30年 然後他死於1831年 所以十九世紀他待的時間 跟十九十八世紀事實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為一個哲學家他的哲學的思想 通常不可能年輕的時候就提出來 那個是通常至少都要到中年以後 才有他的思想 所以那時候當然已經進入到十九世紀了 那麼黑格爾就是成熟的這個哲學的作品 這個精神信仰學 就是第一部成熟的哲學作品 那是寫於1807 已經是十九世紀的前十年了 已經十九世紀前十年了 所以把他理解為十九世紀上半葉的這個哲學家 這個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的 那麼從這裡開始一直到我想到學期末 就好像我們上半個學期都在康德 以及康德這個所對當代的影響 那麼這學期 這個下半學期恐怕都是在黑格爾 所以我們對黑格爾做一個簡單的這個介紹 那麼這個是黑格爾肖像的官方版 因為你一定看過很多黑格爾的這個不同的校像 有些看起來有一點這個猙獰 有些看起來這個太年輕了 那麼等等 那麼這個我為什麼說他是官方版呢 因為他是放在這個黑格爾當這個大學校長的 柏林大學 就是他們的歷任校長的這個 那個裡面其中的就是我拍的 這個下面這一張可以證明 這是我拍的對不對 只是這個不太清楚而已 但是這就擺在那個 他們的這個不同的校長 還有各種他們的有名的老師等等 這些哲學家當中 那麼黑格爾因為在柏林大學這個當過校長 所以呢 他的這個校園裡面就有一個叫做黑格爾廣場 那麼在一個黑格爾廣場的中間 就放著黑格爾的銅像 這個就是他的銅像 那麼我剛到那邊的時候 是秋天的時候 你看書頁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剛到那邊的時候是秋天 然後這個就像一個留學生那樣 就出到一個地方沒有人認識對不對 所以就什麼沒有辦法拍 那時候又沒有什麼自拍神器 所以就只好就是拍一張 這個表達一下意思 那麼後來冬天就有同學了 認識同學了 所以就那個讓這個請同學幫我拍 再來春天對不對 那越來越熟了 你看他葉子又長出來了 因為歐洲就是事蹟都非常分明 那麼到了這個夏天 這個就都有我了 因為這個有熟人了 這個是黑格爾的銅像 那麼另外就是黑格爾他在那邊這個過世 那麼所以你在柏林市區 他們市區有好多墓園 那我覺得就是那個 我覺得跟在這個台灣很不一樣 就是我們的墓地感覺是一個陰森的地方 但是我常常就是走過一個墓園 好像公園一樣 然後我看到媽媽就推著那個娃娃車 在這個墓園裡面 然後媽媽就在那邊 比如說坐在那個旁邊看一本書 那柏林有很多名人的墓碑 那我在那邊找 就找到這個黑格爾的墓碑 旁邊還是他太太的墓碑就在旁邊 兩個夫妻還在一起 而且就在柏林的市區 所以事實上你到柏林觀光 我聽起來我這樣建議還是可能很奇怪 我說你可以去看看那個墓園 那裡面有好多名人 非常多的這個有名的人物 在這個市區的這個墓園裡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museum 所以它是一個博物館 那麼這個博物館其實是黑格爾出生的房子 那後來就改成了他的博物館 就改成了博物館 那麼這個當然就不在柏林了 因為他出生在德國的西南部 柏林在德國的東北部 那個離得很遠的 那麼他出生的這個地方 但是放的很多都是他年輕的時候 這個小學 中學 這個說這個一些筆記 還有一些這個留下來的資料 是就所以進這個博物館的人不多 因為只有大概哲學圈子的人 大概才會去看 我記得我進去的時候 那個外面有一個管理員 他是免費的因為進去看人不多 他說你們這個東方的人居然也會想要來這個博物館 我說對 我很想來 一個人他說我很驚訝 他說那你一定要這個什麼留個名字 我就在那邊簽我的名字 下次你去的時候看到我名字還在不在那邊 那麼這個是一間研討室 就是研究生他們上課的一個研討室 那麼中間就是一個大桌子 老師跟同學就圍在這四周 有時候還會帶著咖啡什麼來喝 那麼我剛到那邊去上課的時候 那麼我坐在一個比較角落的地方 坐在這個地方 這是我的鉛筆盒 紅色的 然後我們德國的一個規矩 就是上完課或者同學報告完 然後大家就不是鼓掌 大家就敲桌子 就敲桌子 那我坐的那個位置就是只有一張椅子 然後那個什麼 就是上完課大家就開始敲桌子 我剛開始不太習慣 就說好像在抗議什麼 但是他們就是他們的鼓掌方式 他們並不拍手的 他們就敲桌子 講得好講得好這樣子的意思 然後就找不到那個沒有辦法敲 因為別人都敲桌子 我們也不能自己一個人鼓掌 所以我就跑去敲這張桌子 因為離我很近 我就敲 結果那個老師就用很驚狂的眼神 望著我 說你在幹什麼 那個我覺得很奇怪 那後來下課的時候 我就跑到這個桌子來看 因為這裡有一個牌子 對 上面寫了一些字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寫什麼字 那下課的時候我才跑來看 就一看寫說 這是黑格爾以前用的桌子 請不要把你的書包放在上面 對不對 書包包不能放 我拼命給他猛敲 因為他後來才知道 所以後來我在有一次上課的時候 趁著老師走出去的時候 趕快叫同學跟那個桌子合照 你注意看我的手完全沒有噴出到那個桌子 從此我都把那個桌子當成聖物 這個就對他非常的恭敬 這是關於黑格爾桌子的故事 OK 那麼黑格爾他的主要的哲學的作品 有重要的四部他親手寫的作品 跟四部他的所謂的演講錄 那麼這個演講錄其實就是他上課的 這個學生所寫的筆記 筆記 你們現在叫做 叫做什麼 竹子稿 你們現在叫竹子稿對不對 那是很多同學他們各寫到 到黑格爾死了以後 那學生們開始是整理這些東西 把個人所寫的竹子稿這個集合 然後放進去 所以這些都其實都不是黑格爾所寫的 而且因為每個學生他上課的時候 大家所聽到的重點不太一樣 所以裡面其實有很多雜七雜八的 但是這些所謂的演講錄有個好處 黑格爾的東西很難讀 這些東西好讀得多因為那是口語的 那這個種手寫的那個句子很長 然後用很堅塞的字眼 就是不好唸 不好唸 那麼在這四部作品裡面 前面兩部作品是比較正常的 為什麼後面這兩部不太正常呢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他們都是所謂的大綱 大綱 因為黑格爾在這個寫完了邏輯學之後 然後到了柏林大學 到了海德堡大學 然後在海德堡大學出了這個書 然後後來在柏林大學出了法則學 那時候他已經覺得 我已經深等教授了 我不用再寫東西了 他就其實已經不在那個 所以他這樣寫 包括寫這兩個所謂的大綱 也是為了教學之用 而不是為了要出書啊幹嘛 那時候他覺得他已經不需要了 那麼所以那裡面主要的都是比較 這個章節 然後加上一些簡單的說 比如說這個地方要談什麼 很簡單的 換句話說他缺乏一個詳細的論述 我有時候說他們就是什麼 有一個骨架但是沒有血肉 那在後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不管法則學或者哲學會派一全書 他們都加上了就是 這個一部分就是黑格爾自己所寫的說 要加什麼東西 然後另外可能有一部分的 這個類似像是他這個注釋 就是他特別提到說這裡要談什麼東西 然後再加上學生的筆記 那最多的還是學生的筆記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每一個段落都會有這三部分 就是一個簡單的綱要 一個黑格爾自己寫的注釋 跟一個學生的筆記放進去的東西 那最多的就是學生的筆記放進去的東西 那麼也最好唸 因為那個就是比較口語的部分 這個是關於這個百科全書 還有法則學這兩部作品 所以整個很完整的著作的 基本上還是精神現象學跟邏輯學 但是也最難讀 那麼在這些作品裡面 有關於美學的部分 事實上就是他的演講錄 就是他的演講錄 他並沒有專門的寫關於美學的 就是他手寫的東西 那麼然後這些演講錄 跟前面的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他們都很厚 因為講的東西再加上要集結 只要這個人寫的其他人沒寫到 即便這個搞不好是這個學生自己想的 不見得是黑格爾的 但是沒辦法確定還是把他放進去 所以裡面這種演講錄裡面多多少少會有一些矛盾 就說剛剛怎麼那樣講 怎麼現在又變這樣講 那可能這些學生有的人 可能耳背聽到的跟另外一個聽到不一樣 當時編輯的時候就盡量的就是以完整為原則 那至於說有沒有有些東西 事實上可能不是黑格爾真的講的 而是這個學生自己的見解 他在過程當中也把他寫進去 那就要這個 也就留給後面的人自己去考證了 就不管了 那麼美學演講錄也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關於這個美學 這個演講錄 他們在黑格爾群集裡面都佔了好幾冊 因為內容太多 那中譯本就是很早的一個譯本 他也有四冊之多 所以都是內容都是比較多的 都是比較多的 OK 那麼這本美學的這個演講錄 那麼他的音譯本是把它翻成叫做 Asthetics 就是美學 然後小標題叫做 Lectures on Fine Art 那麼這個譯本就是Nox的英譯本 那麼Nox是很有名的一個 這個黑格爾的學者 英美的黑格爾學者 那麼他譯了不少黑格爾的東西 那麼現在一個完整的黑格爾美學的譯本 大概就是這個Nox的這個譯本 雖然他其實已經很早了 但是一直沒有人在譯 我覺得沒有人在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太厚太長了對不對 你如果說我決定我來譯 你可能譯一輩子 然後你一輩子就出了這個新的譯本而已 那有些人覺得不划算 然後還要寫升等論文還要幹嘛 那誰有時間在那邊慢慢譯 那事實上他的原來的德文的名稱 叫做Florisungen über the Aesthetic 那麼如果我們把他變成英文的話 事實上是Lectures on Aesthetics 換句話說跟上面的這個有一點差異 對 跟Nox給他的一個名稱有一點差異 但是我們書的這個作者Helrich 他用了這個英譯本的名稱 來談這個Hegel的美學 然後他就說這本書講什麼 他說從這個書名 他說多多少少可以看出來 但是我發現他所謂的 從書名可以多多少少可以看出來 事實上是從英文的書名 英譯本的書名 所以各位在這個書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寫說 This is not enough to tell us How the focus of his work has shifted from Hume and Kant 他在說這裡就可以看出 Hegel是有別於Hume跟Kant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他說有別於Hume跟Kant的地方就是什麼 就是Hegel討論的是Art 而這個Hume跟Kant所討論的 是所謂的品味或者是美感這樣的東西 他說從可是如果是從德文的書名的話 哪看得出來 Lature and aesthetic 都叫美學 這個有什麼差別 事實上就可能就沒有辦法 評斷的出來 所以他純粹就是從這個英文的書名來說的 從英文書名來說的 那麼這個就牽涉到我們 在第一節那邊所講到的 19世紀的四個關鍵轉變的第一個轉變 那麼這個轉變就是19世紀的一個討論的主題 事實上是擺在Art 對 擺在Art 那麼如果這一點我們來用來跟18世紀的美學相對照 那麼18世紀的那個美學 它的重點是 審美也就是Asthetics 我們說Asthetics這個名稱就是從18世紀來的 對不對 而這個字就是跟人的這個審美的感受 是有關的這個字眼 那麼在Shum那邊它的重點叫做Test 而Conder那邊它叫判斷力批判 重點就是在這個判斷上面 那麼這兩個字眼都有很強烈的 屬於主體的能力的味道 因為只有主體人才有這個判斷的能力 才有這個品味的能力 對不對 所以這個18世紀美學的重點是擺在這個地方 這是很可以看得出來的 相對的古代的美學的重點是美本身 the beautiful 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古代 這個是古代 那換句話說當美學這門科目一誕生 有這個學科的時候 重點其實已經不那麼多的在美了 而且如果我們看過康德的美學 你也理解到 事實上這裡已經有一個東西在跟美相抗衡了 就是美不是獨一無二的 是什麼 崇高 對不對 所以18世紀我們馬上看到的是 崇高跟美兩個同時是存在著的 所以美已經不是唯一的 所以當有人還在講說 美學就是討論美 第一個這是老掉牙的 因為古代的是這樣 那麼現代 來自於我們現在所謂的當代 你已經沒辦法去說 就是關於美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從當代的藝術 當代藝術不美的東西太多了 那麼你可以看到出來重點已經不是擺在美 而這個在18世紀我們就看到這一點 因為它的那個重點擺在這個主體上面 那麼擺在主體上面會讓人產生一種想法 就是我如何讓主體有比較強烈的感受 美它看起來是美的 是和諧的 均衡的 等等 可是未必有強烈的感受 我說這個 這個紳士淑女看起來很美 對不對 很帥 可是未必有強烈的感受 有強烈的感受的東西 有時候反而是不美的 會有很強烈的感受 那麼如果現在重點擺在主體是 我要讓你造成你的這種感受 那我也許要什麼 使用的是不美的花招 對不對 那麼讓你產生一個很強的感受 所以整個近代的藝術的發展 其實一直在朝向這個離開美 這件事情上面在進展著 那在18世紀我們看到的是 有一個東西跟美 這個至少是相提並論的 就是崇高 對不對 崇高跟美 那麼到了這個19世紀 來自一道20世紀 那個跟他相亢的東西太多了 以至於美已經什麼 縮小到根本就不是 藝術家們所在意的東西了 那麼所以反而誰比較在意 就是我們日常生活 如何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那個比較在意 藝術家們其實不太在意這件事 你看藝術家哪個是美美的 哪個都會邋遢 對不對 然後不修蝙蝠或者什麼的 我覺得一般人可能還比較 要在乎這件事情 那麼所以我說美這件事情 就美學的主題是美這件事情 我說那是一個老吊謠的課題了 那麼到了這個19世紀 黑格爾所在乎的問題 他是擺在藝術上面 他要問的就是藝術到底呈現了什麼東西 因為這個事實上就是我們在這個前面 那個四個關鍵轉變裡面一開始所提到的 這個整個重點的一個轉移 好 那麼這個上一節的這個 講到19世紀裡面學的第一個關鍵線的轉變 就是藝術跟自然的一個區別 首先我們看到它的重點擺在藝術上面 然後談到了這個藝術 這個區別藝術跟自然 這是第一個區別 那麼在藝術這個詞 我們在之前已經提到過了 它的藝術的意思就是 product of human activity 那麼這個重點當然就在這個 它是一種human activity的產物 所以簡單的說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人為 而人為是跟自然相對應的 那麼藝術的這個字眼 各位可以看到 英文跟法文其實寫法是一樣的 德文是kunst 那麼這個拉丁文是這個arth 所以英文跟法文其實都跟 這個拉丁文的字根是有關係的 而跟希臘文的字根沒有關係 因為希臘文的這個字根是technic 那麼這個technic跟physis 是不一樣的字眼 那麼physis後來就變成了物理學這個字 就從這裡來的 那麼physical 在這個原始的意義裡面 就是自然的 那麼後來就是狹義為 只是自然科學裡面其中的一部分 有關物理的那部分 其他像化學生物什麼的就分開了 但是現在我們來看這個technic跟physis 還是覺得他們 就是我們現代人會覺得他們是很接近的 為什麼 因為technic就是所謂的技術 對不對 這個technic 而physis是物理 感覺都是什麼 理工學院的人在念的東西 所以這點方面覺得好像還滿接近的 但很難想像在他們作為字根的時候 回到希臘文 這兩個詞剛好是相反的詞 這個technic是人為physis自然 兩個字天差地遠 好 那麼這個technic呢 這個字他兩個對後面的語言的影響 一個就是從他的這個字根所來的技術 technic 另外一個是我們現在所談的藝術 藝術 那麼我們特別要強調藝術的時候 就是說要指出說他不是公義 他不是那種 就是好像比較高級的藝術的時候 那麼有時候就會在前面加個fine 變成fine art 所以有一些這個藝術的科系 他又會稱之為 叫department of fine art 以便於跟其他的這種可能比較偏重技術性的 的那些art這個區別開來 這個是關於這個字眼 那麼technic跟art這兩個的差別 因此就形成了一個 就是對西方人來講就是同樣是人為 那麼我如何區別這兩個字 因而也成為藝術哲學裡面一個重要的課題 這個都是我們在之前就已經大致上講過的 那所以我們主要的要擺在這個第二點 就是這個第二點指的是在第一節裡面 所講到的關鍵轉變的第二點 就是藝術作為人的表達或者是人的表現 因為這個其實牽涉到 你對這個expression這個怎麼翻譯 那麼human expression就是人的表達人的表現 那麼這樣的一個想法 事實上你可以說跟過去整個西方的傳統 把藝術理解為是一種模仿 構成了一個很大的對比 就是這種是一種表現理論 那麼而以前那是一種模仿理論 那模仿理論是不重視藝術家的 因為他就是把這個東西模仿成另外那個東西 對於這個一個觀察者來講 那個藝術家重要的地方只在於什麼 他模仿的好不好 模仿的像不像 那個是有關於技術的部分 所以在那個時候 在作為一種模仿理論的時候 這個藝術家跟技術家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差別的 是沒有太大的差別的 那麼這一點也很明顯的表現在 譬如說我們在讀這個柏拉圖的對話錄的時候 對不對 柏拉圖是把這些畫家雕刻家跟什麼 木匠 鞋匠是放在一起的 他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他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那麼然後這個情況 到了這個到中世紀都一直都還是如此 所以這些藝術家都還是一些什麼 是一些無名無姓的人 他們是誰並不重要 雖然我們現在會覺得這個藝術的這些作品 就希臘這些藝術作品 或者中世紀的藝術作品其實是什麼 是很不得了的作品對不對 作為一種古典的 或者是一種基督宗教藝術裡面的代表 那麼事實上是很好的作品 可是藝術家是誰 他們其實只是以工匠的身分出現 那麼這種情況一直到17世紀 包括譬如說莫扎特 海頓 他們就是宮廷裡的樂師 那麼這些宮廷裡的樂師 他們吃飯的時候其實是跟其他仆人在一起的 他們就是為貴族在做服務的 所以這些人他們的地位一直都不是很高的 那麼我們會看到在文藝復興時期 這些藝術家他們開始展現了一些傲氣 想要讓自己表現的跟其他的工匠是不一樣的 而他們想要表現這個部分 有一些方式是靠著把自己變成像是一個學者 因為學者的身分就跟工匠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會看達文西 他其實有很多像是在做研究的部分 那麼表現在他的什麼 有關於他的那些藝術的手稿或者什麼方面 他意思是說我跟其他的工匠是不一樣的 我是有做研究的那樣的一個情況 那他的確他對古代的那些希臘羅馬的那些這個藝術的手法 他事實上是做了很多的這個研究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那個模仿的時代逐漸的過去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尤其在黑格爾在十九世紀初 他很成熟的提出了一個對於藝術 某個意義上來說你可以說那是一個定義 就是藝術是人的一種表現或者是一種表達 這個看法跟以前把藝術理解為是一種模仿 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觀點 那麼在這裡我們會看到書裡面強調這一點 他說Art is made by humans OK 到這裡為止大家都可以理解對不對 藝術是一個東西它是被人所做的 這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人為的部分對不對 可是人為什麼要去做藝術呢 你說做技術的東西可以理解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有一個用處在 比如說麥克風是為了讓聲音變大 杯子是為了要能夠裝水以及等等 技術性的產品他們有一個用處在 那藝術的東西呢 至少我們從古希臘那些sofist 在談這個所謂的藝術或者詩的時候 又表現了一個看法就是 藝術就是做出那種沒用的東西的叫藝術 對不對 如果它有什麼用處 你就會覺得它好像什麼 不是純粹的藝術對不對 因為它就是什麼 掛在牆上 唯一的那個就是掛在牆上 只能這樣 那你不能夠用它來裝東西 用它來幹嘛 那麼如果它是用來裝東西幹嘛 然後上面也有一些藝術性 你會覺得那是什麼 就是夾雜了有一些食用成分的東西 對不對 比如說它其實是個窗簾對不對 或者它其實是個備單 但是上面可能給人家做藝術的創作或怎麼樣 就不是純粹的 對 所以我們要問它為什麼要從事這個藝術呢 那麼 Higer 在這裡面 就是這個 他這個made by human 後面 他說明了這一點 他說 as a way accommodating themselves to their world 那麼這裡 事實上顯露了藝術的一個目的 在這個說明裡面 那麼也就是說 要讓人要把自己跟外在的世界 要讓自己能夠什麼 跟被包容到這個外在的世界裡面去 換句話說 它是一個什麼 人作為人跟世界取得某種聯繫 或者也許如果我們用Higer的字眼來說 取得某種和解的一個方式 那麼這個是藝術的一個必要的的部分 那麼在這個我們書裡面的80到81頁這裡 他引用了很長的美學裡面的一段話 裡面的一段話 那麼這段話根據的就是Nox的音譯本 那我們來看看Higer他自己本身是怎麼講的 那麼他說 Man bring himself before himself by practical activity 人要把自己帶到自己的面前 人要什麼 要看到自己 因為人出生到這個世界來 他會問我是誰 對不對 他是我是誰 我怎麼知道我是誰呢 我怎麼去看我自己是誰呢 我必須要什麼 看看我自己能夠什麼 做出什麼東西來 透過我所創作出來的東西 認識到我有什麼樣的能力 那麼所以他要把自己帶到自己的前面來 藉由一種實踐的活動來做到這件事 那麼在這方面來講 這個藝術家跟譬如說哲學家就不太一樣 對不對 這哲學家說要知道我是誰 就開始哭作冥想 做反省 對 我是誰 可是藝術家不是 他藉由什麼 去創作 然後從這個創作的作品裡面 他看到他自己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 practical activity 而不是一個 theoretical activity ok 他說他用一個實踐的活動 把自己帶到自己的前面來 他說他會這樣做 since he has the impulse 因為他會有這樣的一個衝動在他的內心 這個衝動就是什麼 要讓自己的能力給展現出來 然後藉由他能力展現出來的東西 辨識到他自己 找到他自己 說原來我是一個做出這個東西來的人 那麼所以這個作品在某個衣裳來說 就可以什麼 來代表我自己 那麼所以我認識我自己的方式 就不再是什麼 不再是我長的什麼樣子 長什麼樣子又不是你自己 用你的精神去那個 這個你長什麼樣子 那什麼天然生成的 對不對 你被生成就是長這副德性 你就是這副德性 也沒有什麼好改的 但是你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東西 那是完全是出自於你的內心 你的心血 你的美感 你的認為 你覺得這樣才是好看 這樣才什麼的 那創造出來的東西 那個東西才比較能夠代表你自己 各位如果記得在那個蘇菲的世界裡面 對不對 蘇菲說到樣子 想說你是誰 對不對 他就開始講我是蘇菲 想想用蘇菲這種名字 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對不對 你可以什麼叫瑪莉亞 對不對 或者叫什麼東西 你可以用不同的名稱 那麼所以下一步蘇菲想的是什麼 他跑到浴室去看一個鏡子 說蘇菲就是長這個樣子 可是他開始想到 我不見得喜歡我自己的長相 或者我也許我不喜歡我頭髮的顏色 所以有些人就要去把頭髮染成 他喜歡的顏色或者等等諸如此類的 對不對 因為這種東西都不是什麼 都不是真正出自於你的內心 你的心智去做出來的東西 所以蘇菲當然後來他沒有繼續做下去 他到最後說這是什麼問題 我是誰居然把我搞得這麼煩 他不知道他該怎麼辦 那麼你可以在這 Higer 的這段很短的話裡面看到 其實藝術的創作 事實上跟人要去認識他自己 是有關的 他說他有這樣的一個衝動 In whatever is directly given to him 他對於在這樣的一個東西裡面 什麼東西呢 一個直接呈現在他面前的東西 他會有這個衝動 什麼衝動還沒有講 因為他還沒講完 In whatever is directly given to him In what present to him eternally 這兩個詞是同位於 一個是直接的給予他 一個是這個外在的呈現給他 對於一個外在的東西 一個直接給他的東西 這個東西對他來講是什麼 陌生的跟他沒有關聯的 可是他會去什麼 改造他 形塑他 然後把他變成一個什麼 他所熟悉的 而且不再是一個什麼外在的東西了 這個是他會這樣做 所以他說 since he has an impulse 這個 impulse 後面接著的是 後面跟著來是這個 to produce 他有後面那個 in 什麼 你可以把它刮扶起來 他有這樣的一個衝動 要去做出 to produce himself and there in equally to recognize himself 他有 他有會有一個衝動什麼 在外在 創造出一個他自己 然後從那個東西裡面去 便是認出他自己來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你的作品 藉由你創作你的作品 你覺得什麼東西能代表你 只有你的作品能代表你 你的名字能代表你嗎 那只是個名字 那只是個name 對不對 你的外表能代表你嗎 那只是天生的啊 你父母是誰啊 對不對 那也不是你挑選的 那麼那些東西都不能夠代表你自己 可是當你去什麼 對外在去做一些改變 然後把這個改變變成是一個你所熟悉的東西 是你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在那裡面辨識出你自己來 因而他對這個世界就開始有一種什麼感覺 家的感覺 因為家就是什麼 就是東西都是我熟悉的 一個如果東西都只是什麼 directly跟externally 就是直接的以及外在的出現的 我對他還是感到陌生的 所以你到一個地方去 然後我跟你說你以後就住在這裡了 對不對 你就開始什麼 把他佈置成一個 你能夠在那裡辨認出 那是你的房間的那樣的一個地方 這事實上就是跟這個藝術的創作有關的的一個衝動 跟藝術的創作有關的一個衝動 那麼所以他接著說 This aim he achieves by altering external things 他說他要達到這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我們剛剛上面那一句話 所講到的目的對不對 他要去在外在的世界看到他自己 這個世界不應該什麼 對我而言都是陌生的 我在這個世界只是個異鄉人 我希望我在這個世界是什麼 覺得這個世界就像是我的家一樣 然後所有的東西都有我的痕跡 但是這個所有的東西都有我的痕跡 並不是像小狗一樣到一個地方去就什麼尿尿對不對 那個是他的方式 那個雨水一沖就沒有了 人不是用這種方式 他事實上是什麼 藉由佈置他的環境 然後把他的品味 把他的愛物 把他的什麼表現在這些東西上面 那麼他說這個目的 他達到這個目的 就是藉由改變這些外在的東西 這些外在的直接的呈顯在我面前的東西 然後後面出現了一個子句 從這個where upon 開始 修飾這個外在的東西 where upon 在那個東西那裡 他 he impresses the seal of his inner being 他把他自己的內在的存有的那個印 給刻在那上面 所以在那個東西上面就會什麼 看到那是你 當我進到那個黃金 那個那個 你的譬如說你的房間 或者打開你的抽屜 那個很有你的風格 很有你的什麼對不對 因為你刻印在那上面 甚至你不要說什麼房間或者抽屜 你的這本heavis的這本書對不對 被你讀過之後就會有什麼 你的風格 在那裡我就會看到 哦 這個什麼 你的這個什麼 註解的方式 你的畫重點的方式 你的理解的方式 你覺得哪裡重要 哪裡可能不那麼重要 你覺得哪裡要加上什麼東西 那裡面就有什麼 你的inner being 在上面 所以你的外在的這個面貌 那個是外在的東西 你的內在的東西 在內在我們怎麼看得到 我們看不到對不對 但是人會把他的inner being 表現在外面的世界裡面 透過他所呈現的那些 他所整理出來的環境 那個圍繞著他的 屬於他的生活的 當一個媽媽跟一個小孩子說 以後這個地方是屬於你的 那小孩子就什麼 可能把他弄得很亂 他就是這麼亂 那麼或者也許他會把他整理得很整齊 那麼事實上這些都是他的inner being 他的inner being 會刻印在外在的東西上面 這個就是他所謂的 where van he impresses the seal of his inner being and in which 還沒有完 這個下面再接另外一個詞句 and in which he now finds again his own characteristics 然後他在那裡就看到 這就是我 我的特徵 我的個性 我的性格 就表現在 我被我改觀過的的這些事物上面 因為被我改觀過的的 一定跟被另外一個人所改觀過的的 不一樣 那麼他在那裡看到他自身 所以藝術 你可以看到這裡為什麼是一個表現 因為那是一個內在的東西 這個內在的東西本來在我裡面 可是Hagel說人是有這個衝動的 他為什麼 他會看一個外在的東西跟他陌生的 跟他無關的東西 他不那麼順眼的 如果我可以去佈置他 我可以去安排他 我可以去整理他 我會把他佈置安排 整理成我想要的樣子 那我的內在的東西就表現在這上面 所以我就可以在那邊辨識出 那是我所熟悉的 對不對 那原來你是一個 譬如說你是一個喜歡熊熊的人 或者你是喜歡兔兔的人 對不對 然後你的什麼 你的床上就會有一隻熊 或者一隻兔子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因為你會把他變成是你要的東西 那麼這個他在Hagel看來 藝術跟這樣的一種他所謂的衝動是有關聯的 而且人也在這裡認識到他自己 他說我就是一個喜歡這樣的人 所以我的那個就會呈現出這樣的樣子來 如果你理解這一點 那任何人的打扮裝飾 來自於他要把頭髮變成什麼也是這樣 因為他希望他被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而他不喜歡什麼 他天然的原始的樣子 所以他就什麼 他就把自己 甚至想盡各種辦法去美容 這個手術變成他想要的那個樣子 但是他那時候他整個重點就變成 擺在自己的外在的樣子上面了 擺在自己的外面外在的樣子上面了 那麼在很多方面其實在藝術的創作裡面 那個藝術的東西就是什麼 在呈現的這個藝術家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藝術的作品上面看到什麼 這個藝術家 你會看到是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是表現 這個字眼說很明顯的呈現出來的 那很有趣 因為他在這裡面他出現了的是 事實上是一個inplace inplace跟explace剛好構成了一個對比 各位可以看到他們的字首是不一樣的 可是他們的這個中間的這個骨幹的部分 這個是一樣的字都是place 對不對 inplace是壓進去 explace是什麼 是壓出來 對不對 那壓出來現在你就理解到什麼東西壓出來 那個在屬於我內在的東西現在被壓出來 然後刻印在那個外在的事物上面 所以人們要瞭解你的這個內在 你的characteristics 是什麼 他就藉由你所壓出來的東西 而認識到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個是在這裡面我們所看到的一個字眼 所看到的一個字眼 那麼在這個藝術史上 你也理解到這個印象派 這是一派 對不對 那表現主義則是另外的一派 那麼這兩派他們的這個觀點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印象派在乎的事實上是什麼 是外在的這個景物 他原封不動的的進到我裡面來 我所留下來的那個印象是什麼 然後我把那個印象呈顯在這個畫布上面 我把它呈顯在畫布上面 那麼在那裡面他刻意的要盡量的 尤其是那個所謂的新印象派更加是這樣 就是他不要用你的概念去加在上面說 我看到的這是人 這個是荷花 這個是雲 而是什麼 我把我看到的的所有的這些顏色光影 就直接原封不動的表現在畫布上面 至於他是荷花 是雲是什麼 是等你去看那個畫布的時候 你自己去尋溯那個東西 那是你的事情 不是我畫家的事情 我畫家就是什麼 把我所看到的的原封不動的呈顯出來 所以我不去什麼 我不去畫那個輪廓 因為我不是去看我看到的那個人 對不對 因為事實上在一個任何一個色塊上面 他一定還有很多很多的顏色 我現在就是把那個顏色這個呈顯出來 我所壓進來的這個顏色 把他這個表現出來 這個是作為印象派所具有的一個特色 但我們現在要談的卻不是這個印象派 我們要談的卻是這個表現 那這裡是美學的一個表現理論的說法 這個表現理論的說法 其實就是把一個人的內在 那個inner being 這個藉由一個外在改變外在的事物 換句話說外在的事物只是什麼 只是材料 我要把它形塑成是我想要的樣子 所以一本書其實對你來講也是材料 對不對 當你開始去讀它 然後在上面寫註解 開始去劃現 開始去弄出你認為的重點 那個時候他就開始有你的樣子了 所以我常常想 這個很喜歡看什麼人家的書 為什麼 因為一本書被讀過 會留下一些痕跡 而這些痕跡會留下什麼 就是這個人他讀書的一些特徵 他的特性 那個東西都是屬於他內在的一個面向 這個就是他所謂的 In place is the sea of his inner being OK 那麼瞭解這一點他就說了 下面接著他說 Man does this in order as a free subject 就是作為一個自由的主體 這裡當然很重要就是作為一個自由的主體 也就是說這本書是你的 所以你要怎麼去寫它 你要怎麼去畫它都可以對不對 如果說這本書其實是什麼 圖書館借來的 或者說我就是捨不得花錢 所以我其實是跟人家借的 那我就不是太自由 當你是完全自由 就是這個材料是給你了 你是可以這樣做的時候 Man does this in order to strip the external wall of its inflexible foreignness 他就什麼 設法這樣來做 以便於去除掉這個外在世界的那 毫無伸縮彈性的 Inflexible 毫無伸縮彈性的 Foreignness 對不對 Foreign 是外國 外地 異邦 那種外在性 那個陌生性 我要去除掉這個陌生性 讓這個東西變得什麼 跟我相親 讓我覺得它是親切的 讓我可以在上面辨識到 那跟我是關聯的 這個對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當然有什麼 有另外的一個面向就是 如何跟其他人和好 讓其他人也不是敵人 因為你活在一個到處都是仇人 對不對 你想想看一個小學生 他們被霸凌方式不只是被打 而是大家集體的不理他 他會覺得非常痛苦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這個活著都希望什麼 就是每個人都跟我 就像是家人一樣 都是愛我的那樣子的 那麼這個Foreignness要被拿掉 那麼現在我們不去問那個 因為那個是客觀精神的問題 我們不去問其他人 而是物質的世界 這個物質的世界要讓它變成 不是只是硬邦邦的物質 當一本書當你什麼都沒念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硬邦邦的物質 這些字眼好痛苦對不對 你如何能夠跟這本書取得和解呢 你要去查字典然後讀懂它 對不對 當你把這本書讀得非常熟 對不對 說這個楊之森老師不用教了 我也可以幫他教 因為我對這本書超熟的 那麼這時候這本書對你來講 就不是硬邦邦的東西了 你太熟了對不對 當有的人問你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就翻到第幾頁 你說你問的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他已經是跟你完全的水乳交融了 那麼你正是要去什麼 去除掉這個外在世界的那個 inflexible foreignness 然後後來什麼 to enjoy in the shape of things 來享受這個事物的形態 這個事物的形態現在它是怎麼樣呢 它是作為一種 an external realization of himself 是作為一個自己的一個實現在外在的東西 就是把我的內在從在外在的事物當中給實現出來 就是享受到這樣的一種感覺 享受到這樣的一種感受 那麼這個就是這個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人跟外物的一個情況 所以藝術當然什麼 首先面對的就是藝術跟譬如說宗教或者哲學 這些所謂的絕對精神 不一樣的地方是在哪裡 哲學就是思想 對不對 可是藝術它一定要把裡面這個東西 藉由一種可看的 以及或者是可聽的東西呈現出來 而且這個可看的可聽的的 這些我們現在廣義的稱之為叫藝術的東西 它事實上是我內在的某些事物 現在藉由一種可看可聽的東西被實現出來了 所以我就會很願意用這樣的一個 完全出自於我的自由所表現出來的東西來代表我 甚於用我的名字來代表我 或者用我的外表來代表我 就是你要認識我去看我的作品 對不對 而不是你要認識我看我的外表吧 對不對 這個外表就不過就是這副德性 對不對 那麼這個名字呢 也跟其他的名字也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對不對 甚至你可能是個什麼蔡奇亞名 那就更加沒什麼差別 對不對 但是你的東西終究會呈現的是有你的特質在 而且這個特質呢 如果你花更多的心力在上面 你是一個更自由的主體 那麼你這個什麼 徹底的把它改造成是就是你滿意的樣子 你當然很願意這樣的東西來代表你自己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段話裡面了解到 這個黑格他在這裡面所表達的意思 所表達的意思 那麼在下面他接著提到 他說其實這連一個小孩子都有 他說even a child a child's first impulse 他說小孩那個首次的一種衝動 都involves this practical alteration of external things 都牽涉到這個實踐上的改變 對於外在事物的實踐上的改變 所以對黑格來講 因為康德你看他使用實踐這個字 幾乎都在談道德對不對 然後他的審美這個好像只是什麼 只是站在那個觀眾或者是讀者 欣賞者的角度 可是黑格他在談美學的時候 他其實更重視的是創作者對不對 所以他會很強調這個所謂的practical的部分 因為對他來講 藝術其實是跟改變你的物質 外在的環境是有關係的 一個外在的世界是有關係的 所以他說甚至一個小孩子他都什麼 都有這樣的一個衝動 都牽涉到這樣的一個實踐上 對外在事物的一個改變 然後他這裡舉了一個例子 so a boy threw stones into the river and now marvels at the circle strong in the water as an effect in which he gains an intuition of something that is his own doing 他說一個小孩子 他第一次把石頭丟到水裡面去 然後看到那個水就出現了什麼 涟漪出現了一個一個圈又一個圈對不對 而且這個圈很明顯的是 是他丟進的石頭造成的 所以他會什麼 marvels at marvels at marvels at 就是什麼 很驚訝的看著他 原來我可以造成環境這樣的一個變化 原來他可以造成環境的這樣的一個變化 所以他看著這個東西 作為一個結果 as an effect 那麼這個結果讓他看到 他看到一個什麼 他說在這裡他產生了一個直覺 In which he gains an intuition 這個直覺是什麼 就是有某種東西是因為他的作為而產生的 那麼一旦他了解這一點的時候 而且如果我們把這一點 再進一步的去思考 也許那個小孩子可能想不到那麼多 但是你就可以了解到外在的這個世界是可以被改變的 人活在這個世界不可能什麼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那個環境保護的人 就是意思說人真是不該活在這個世界 他們怎麼對這個大自然產生很大的破壞或什麼 人對啦 人的確也對大自然產生很大的破壞 可是人活在這個世界他就是會把世界變成他的樣子 就好像任何一個動物他活在這個世界 也會產生他的巢穴 對不對 然後他的環境都是有的 對不對 都是有的 只是人可能做得什麼 太過分了 如果人不做得太過分 那麼一個有人住家的地方 當你在荒漠當中 對不對 然後你突然看到那你有一個住家 而且那個煙囪在冒著煙 你難道不會有產生一個溫暖的感覺嗎 尤其是如果你已經什麼流浪了三天了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突然覺得 那是一個什麼 有人煙的地方 所以人活在這個地方 他自然會把什麼 這個周遭變成一個適合於他 而且是他喜歡 他覺得溫暖 有家的感覺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麼如果人是這樣的在改造著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會很好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會說破壞環境是什麼 你把那個環境破壞的根本連人都沒辦法住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核能的這些廢料的污染 那個像家嗎 對不對 連人都沒辦法住啊 那怎麼會是像家呢 所以其實他是什麼 他是弄出了一個沒有 他自己都沒有辦法控制的後果 如果他可以的話 他當然會什麼 希望這個整個的 世界都什麼 呈現出一個讓他能夠感到熟悉 覺得美好的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所以這種情況呢 即便在一個小孩子的身上 他這裡是一個小男孩 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得到是這個樣子 那麼他說這個呢 This need run through the most diverse form of phenomena up to the mode of self-production in external things which is present in the work of art 那麼這是這個81頁 就是我們書裡面所引到的的 那麼那個引文的最後一句話 那麼他說這個需要什麼呢 就是穿過run through 這個最多元的的各式各樣的的這個現象 到這個所謂的什麼self-production 自我生產 在外在的事物上面的一個自我生產 那麼然後他說這個在外在的事物上面的自我生產 這個東西就是present in the work of art 就是在藝術的作品上面所出現的東西 所以藝術是什麼 藝術就是對於外在的事物 你在那裡面把你自己內在的東西給呈顯在 那個外在的事物上面 那麼在這段引文之後 他其實下面那一段還是黑格爾的這個引文 只是他沒有把他這個縮牌 那事實上還是黑格爾的引文 他說 art responds to a universal human need 藝術反映了一個普遍的人的需要 這個普遍的人的需要是什麼呢 to lift the inner and outer world into our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as an object in which we recognize again our own self 那麼他這裡還是強調的就是什麼 這個外在的對象對不對 這個object 那麼事實上是我們的精神的意識 我們精神的意識的東西 那麼那裡我們可以在這個外在的對象 再一次的認出我們自己來 再一次的認出我們自己來 讓我們呢再一次的看到自己 因為只有透過看到自己 我才能夠認識自己 這個認識自己包含什麼 包含認識到我能做什麼 對不對 當我能夠什麼 畫出很漂亮的畫 我來知道原來我是有繪畫的這個天賦的 對不對 當我能夠什麼 唱出歌聲來 因為你沒有唱出來 你絕對不會知道你很會唱歌 對不對 是你唱出來 然後你自己又很驚艷 哇 我可以唱出這麼好的歌啊 說原來我是個這個什麼 好的這個歌唱者 你才了解到這一點 對不對 所以你事實上要透過變成一個外在的東西 然後你在那邊才能辯證出你來 原來我是這樣的 原來我是這樣的 所以在那裡面 We recognize again our own selves and in this duplication 所以他說這裡面是一個複製 對不對 你把一個外在的東西 複製成你自己 and in this duplication of our self 就是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複製 Bringing what is in us into sight and knowledge for others 就把那本來是在我們之內的東西 把它拿到眼睛所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拿到知識所可以認知的地方 而且不是只有我可以看到 而且是所有的有目的 有眼睛的人都可以共睹的 對不對 所以別人也看到 那我才會有自信 我意思說我的自信不來自於什麼 說我相信我一定很會唱歌 我一定很會唱歌 可是我從來一首都沒有唱 這個時候你有自信 那個自信是假的 那個是空虛的自信 只有當你真的唱出來 你自己覺得很好聽 別人也說你唱得真的很好聽 你才會有一個真實的自信在 所以你要把它變成一個客觀的東西 變成一個什麼 每一個人的認知都可以認知到 有目所可以共睹 有耳所可以共聽的東西 這個是所謂的這個所謂的duplication 那所謂的把他自己內在的東西給複製出去 所說的 OK 那麼這個大概就是 Higer 他在談到這個藝術作為一種表現 那麼很明顯的可以在這幾段文字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藝術的這樣的一種表現 其實就是像這樣子的表現出來 而且對他來講這就是人作為人 所以人類的古老的世界對不對 就是即便可能還沒有什麼哲學 還沒有宗教那個原始人 那個洞窟裡面也有藝術 人也在那邊呈現著那些東西 或者像中國的什麼彩陶文化 黑陶文化 那明明就是什麼 那些只是一些器皿 對不對 那你只是器皿啊 那你們是古代的人啊 對不對 有的裝水 有的裝食物就好了 可是那些那麼原始的人他還是什麼 他還是想要去裝飾他的這些器皿 他還是什麼 想要把他的觀點表現在 他所製作的這些陶器上面 這些都呈現什麼 這是人本來原始就有的這種衝動 那麼在下面那個 這個81頁 那個 這個中間那一段的地方 那裡面他提到了好多goals 這個字眼 那麼他在那裡面他提到說 這個人類的這個活動 其實是在一個廣泛的目標上面前進的 那麼這個目標是什麼呢 他說這個目標就是要去什麼 克服我們的環境 而這個克服我們的環境並不是什麼 並不是把環境變成你的努力 而是要去創造出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世界 然後在那個世界裡面你會覺得你很自由 你覺得你很自在 其實黑格爾更愛用自在這個字眼 就是你在那裡你是覺得自在的 因為那是你熟悉的 那不是一個什麼 陌生的外在的外地的那樣的一個環境 他說這個是什麼 人類的活動的一個目標 這是他所出現的這個goal所要講的 所以這個目標事實上也是什麼 創造一個屬於人的世界 就是在自然的世界上面 就會創造出一個人的世界 而人的世界就不再只是自然的世界了 它就會變成什麼 所謂的社會的世界 那麼在那樣的一個社會的世界裡面 你在那邊可以看到什麼 人類他的一個外在的表現 所以一個村莊 你從這個村莊 他們的建築物 從他們的安排環境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這些 這個村莊的這一群人 他們的一個共同的 比如說他們的美感 他們的品味 他們的什麼內在的東西 就表現在這些外在的東西上面 因為內在的東西沒有辦法是直接看的 對不對 你不是可能什麼掏心掏肺 對不對 真的把那個胸腔打開拿行跟廢出來 你也看不出他的內在的什麼 內在的東西只有藉由這樣的一種活動 才能夠被看到 才能夠被看到 這個就是他所謂的the goal of human activity 那麼這個字在這裡面出現了好多次 那麼前面的三個 你講的那個就是在那個八十一葉中間的那一段 出現了五次go 他都一直在講這go意思什麼 這go意思什麼 那麼這個第一次出現go 他只是說有一個廣泛的go 那麼第二次出現 以及第三次出現都是在講人類活動的目標 那麼這個活動的目標都是跟上面比較關聯的 那麼下面的兩個最後面的兩個goal 則是跟歷史有關 那麼這個部分我覺得就跟第三點 就是黑格爾的這個所謂的 對歷史的強調就開始有關係了 那麼所以你會看到他所講的是the goal of history 那麼也就是說歷史的一個目標是什麼 就是要創造出一個世界出來 而那個世界是人的能力所能夠表現出來的 那樣的一個世界 那樣的一個世界 這個是他在那裡面所提到的 那麼最後那個goal也是goal of history 他說the goal is to make the world ours 就是把世界變成是一個我們的世界 just enabling our own empowerment and becoming 那麼在那裡面讓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可能成為事的東西 能夠被實現出來 把我們的潛在給實現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面 所以包括人去什麼 阻止人破壞環境 去強調環境的保護 那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人他的這個活動裡面的一部分 就是他覺得再破壞下去不行了 那他又看到又有另外一些人在破壞 所以他當然是什麼 就是去阻止他破壞對不對 我們在之前講過 我說這個就好像什麼 就像某種癌細胞一樣對不對 癌細胞就是什麼 他不會抑制他自己 他會不斷的蔓延增生 可是人不是這樣 人有理性他覺得不能再這樣做了 他會去什麼 給自己踩煞車 說不應該再這樣做下去 你再這樣做下去你就變大魔王 你就變暴君 你就變成那種貪得無業的 那樣的一種就像癌細胞那樣的東西 人會自己去克制 然後去什麼 形塑出一個他覺得 那才是一個比較適當的適合於這個人 而且也適合於他跟其他的物種共生的 那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常常會聽到一種批評說 這個Higer太重視人為了 重視人為結果是有害於自然 我覺得看你怎麼去理解他所謂的人為 因為包括這個人為的成功包括什麼 人對自己人本身的一個克制 這都在人為裡面 因為人是什麼 是一個反省性的存在 這個反省性的存在 使得他什麼 當他在做所有的東西的時候 他還要考慮到這個後果 他還要問這樣子做是適合不適合 對不對好不好 以及等等這些討論 所以我們說解靈環區細靈人 我說環境的破壞是人 可是你要反對這個破壞並不是什麼 並不是把人都殺光 而是什麼 而是要阻止人自己本身對這個環境的破壞 這才是這個解靈環區細靈人的意思 這個是有關於這個 我們所談到的這個藝術的作為一種表現 是一個人的表現的這個部分所談到的 那麼接著在下面 就是從81頁的最下面這段開始 他要談到的是前面那個關鍵性的轉變的第三點 就是藝術具有歷史性 那麼在第三點的這個部分 他是跟這個歷史有關 那麼Higer的這個歷史觀 是一個很特別的這個想法 就是什麼呢 歷史是失敗跟犯錯的過程 歷史其實是一個失敗跟犯錯的過程 當沒有失敗跟犯錯的時候就不再有歷史了 為什麼 你已經成佛了 對不對 成佛了就沒歷史了 對不對 就是什麼 你還沒成佛 你還在那邊這個什麼 李立拉拉還在那邊這個什麼 犯很多錯 還做錯很多事 所以你還需要再改正 你還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歷史才什麼 在進展著的 那麼所以要經由失敗 才能夠達到目的 因為沒有這個失敗 那就什麼 沒有任何的進展 所以就不可能達到目的 所以在這裡面有一些很吊詭的說法 你說就是這個 經由失敗才能達到目的 經由犯錯才能認識真理 你說認識真理為什麼要犯錯 對不對 最好什麼 我這個什麼 一認識就認識到真理 你沒有透過犯錯 你是沒有辦法認識真理的 那麼所以在這裡面都會需要一個什麼 過程 或者都需要歷史 只有經由歷史 才能夠什麼 讓這些東西一步一步的被揚棄掉 然後達到那個最終的目的 或者最終的真理 如果真理是最終的一個東西的話 這個是黑格爾的歷史觀 那麼所以如果從這方面來理解 各位就可以理解到 所謂的失敗 所謂的犯錯 他們其實都是進步的過程 進向目的跟真理的過程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失敗不要拒絕它對不對 失敗越多表示什麼 你離目的越近了 那麼同樣的犯錯不要拒絕它 因為犯更多的錯 你猜什麼 能夠更加的逼近真理 能夠更加的逼近真理 這個是在理解黑格爾這個歷史觀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那麼各位可以在81頁 那個最後的那四行 看到它這樣的說 Only by trying to make the world one one the world one 這個one就是什麼 one word 就是把這個世界變成一個世界 然後後面來修飾 這個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reflective of our interest 是一個反思我們自己本身的興趣 這樣的世界 Can we realize we have failed 我們才能夠理解到 我們失敗了 然後我們失敗了 我們才能夠怎麼樣 and get a better idea of how to do it through human action 我們才會知道怎麼樣 怎麼樣來 在就經由我們人類的活動 來達到它 也就是說你就要藉由失敗 然後才能夠什麼 才能夠這個知道 那不應該這樣做 因而你就會想到 那應該要怎麼做 這個是它在這個 它的這個歷史觀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所以它在這裡面的認知 就跟行動是關聯在一起的 那麼這個也就是那個書裡面所提到的 行動是知識的活塞 它用這個活塞這個字 在這個81頁的最下面 對不對 它用這個piston 活塞就是這個東西 OK 那麼你可以看到 這個活塞事實上是 讓你真正能夠進步的東西 所以它說你可以看到這個字 它說human action is a piston of human knowledge 就是知跟行的關係 所以不是什麼知行合一 不是 是什麼呢 By making a world we come to know better who we are and what we want 它說藉由創造一個世界 我們才比較知道 我們是誰 以及我們要什麼 By realizing what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world are 並且這個什麼 藉由這個實現 這個就是看到 就是瞭解到這個世界的限制是什麼 瞭解到這個世界的限制是什麼 那麼所以這個整個的progress 所謂的進步就是一個歷史性的 就是什麼 你不斷地在犯錯 然後你知道這樣做不行 然後你再嘗試另外一個方式 然後再去進展 就是這樣 那麼所以這個犯錯是一種行 對不對 那麼藉由這個行的結果 讓你什麼 知識上越來越充分 知道這樣不行 那樣不行 那麼然後找到另外的一條出路 所以你必須要藉由這個行 讓你的知識前進 所以為什麼它是個活塞 因為你就是要透過這樣的一個不斷的活動 然後你才什麼 能夠有所進展 你的知識才能夠有所進展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理解到知識不是什麼 純粹的就是說 我不知 然後把它拿進來 我知了 只是這樣 不 你要在那裡面這個歷經很多的嘗試 歷經很多的犯錯 藉由這樣你才真的能夠什麼 在知識上有所長進 那麼所謂的歷史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這個歷史的過程 當然是一個知識的過程 同時在另一方面 它也是一個行動的過程 那麼這個行動不斷地催促著這個知識 讓它什麼 讓它發現到這個問題 那個問題 所以它就越有更豐富的經驗 它就越知道真理是什麼 它就越離真理更近 這是黑格爾的觀點 我們在談到黑格爾的歷史觀的時候說到 歷史是失敗跟犯錯的過程 而且要經由失敗才能夠達到目的 那麼經由犯錯才能夠認識真理 這樣的一個想法 這其實很像是這個 譬如說卡帕普所講的try and error 就是不斷地經由犯錯 然後瞭解到這個問題 然後揚棄掉某些錯誤的做法 那麼嘗試新的做法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透過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可以理解到的就是說 所以犯比較多錯的人 他比較認識真理 因為他試過不同的路 那麼他在經驗上面 他已經知道某些路是不能夠走的 那麼另外就是關於目的 那麼你可以說失敗比較多的人 比較接近目的 因為他經歷了比較多的失敗 所以他朝目的也就更加的靠近 也就更加的靠近 那麼這剛好跟我們一般的常識 所理解的是剛好相反的 那麼同時誰是比較進步的呢 當然就是什麼 經歷了比較多的犯錯 還有失敗的人是比較進步的 換句話說一個人從來沒有犯錯 從來沒有失敗 那麼這樣的人其實他不見得是走在前面的人 這個是在黑格爾的歷史的觀念裡面 所顯示出來的一個想法 顯示出來的一個想法 那麼透過這個想法 我們以此可以理解到 他所談到的所謂黑格爾的辯證法 因為關於黑格爾的辯證法 在我們書裡面八十二頁的地方 你可以在這裡看到 他對於這個辯證法的這個說法 關於辯證法的這個說法 他說這個 This is the shape of the Hegelian dialect 那麼這個是黑格爾辯證法的一個形態 那麼這個形態呢 crucial for ascetics as well as religio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那麼這個這樣的一個形態 不管是對於宗教 對於哲學或者是對於政治而言 都是這個關鍵的 都是重要的 這是在這個八十二頁的 這一大段開頭的地方 那麼所以他在下面他提到 在整個歷史的發展的過程裡面 那麼人類經歷了很多的 比如說在政治上的這種君主政治 宗教上的一種宰治 那麼或者是哲學的文化 或者某些特殊的機構 那麼真是經歷這些東西 才使人類更多的朝向自由 就是有更多的自由 他們事實上是經歷這些東西 那麼所以他們也就更趨近自由 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要表達的 那麼在他所談到的 剛剛他提到了說這個辯證 在所有的裡面都是如此 那麼在黑格爾的四部演講錄裡面 也事實上他所談到的 就是這四部演講錄 就是什麼 歷史哲學演講錄、美學演講錄、 宗教哲學演講錄跟哲學史演講錄 那麼事實上就是這些演講錄裡面 有些是用歷史 比如說歷史哲學演講錄 當然是歷史 對不對 那麼哲學史演講錄是哲學的歷史 對不對 那麼沒有出現歷史的 其實還是歷史 我意思說美學演講錄 他其實講的等於是一個 整個人類的藝術的歷史 而宗教哲學演講錄 講的是人類的宗教的歷史 所以其實他這裡都有一個什麼 歷史的進展的過程 歷史的進展的過程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演講錄的標題裡面 也許不見得看得到的 但是事實上在那裡面你都可以看到 他事實上是不斷的在嘗試新的東西 那麼藉由這些新的東西 所發現到的矛盾 問題 缺點 而揚氣他 然後產生一個新的 比如說在藝術上產生一個新的藝術的形態 那麼直到這個新的藝術的形態 他發現有矛盾 這個有矛盾也就是說 我想要表達的卻不是這樣的一種 藝術的形式所能表達的 那麼所以當我創作這樣的一個藝術的形式的時候 我自然會碰到矛盾 我必須要找出能夠表達我所要表達的東西 那樣的一種形式 那麼因此就產生了新的藝術的形態出來 這個是在這整個不同的精神的領域裡面 我們所可以看得到的 那麼在這裡面他都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有關於自由 就是人為什麼要做所有這些事情 包括為什麼要創作藝術 那麼這裡面都有一個最終的目的 這個最終的目的就是自由 這個對於自由的追求 就是從人類出現在這個歷史上 那麼他們事實上就是什麼 不斷的去追求自由 我們在藝術上看到的 就是我們在那裡看到的 就是我們要把自己的內在給實現出來 對於黑格爾而言 這事實上就是一個追求自由的過程 追求自由的過程 那麼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就是黑格爾所謂的自由 跟我們一般意義上所謂的自由 是不太一樣的對不對 一般意義上所謂的自由 在一般的概念上 我們稱之為叫做negative freedom 就是負面的自由或者消極的自由 那麼指的是什麼 不受任何拘束 對 不受任何拘束 不受任何的限制 我們所理解的自由是這樣 可是這種自由太消極了 為什麼太消極了 那好 我不拘束你 我不限制你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結果你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他很可能什麼 徹底的落入是一種虛無 就是什麼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幹嘛 對不對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幹嘛 那麼對於 尤其是在整個歐陸哲學裡面 在整個德國的哲學裡面 這個自由都有一個更積極的意義 積極的意義 那麼這個積極的意義的自由 就有positive freedom 就跟這個negative freedom 就形成了一個對比 就形成了一個對比 那麼它代表的是什麼 是更多的實現 更多的實現 也就是說我不是只是要一個什麼 不受任何的拘束 當我不受任何拘束的時候 那是因為 我為什麼不要人家拘束我 限制我呢 是因為我要實現某些東西 當我被拘束的時候 譬如說我被關在牢裡的時候 我就沒有辦法實現 我所要做的事情 這個才是問題所在 對不對 那麼相反的 如果我根本沒有要做什麼事情 那麼我在牢裡 或者我在牢外 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對不對 當你在很努力的 譬如說你需要讀書 對不對 你需要靜下心來讀書 你很可能什麼 閉關把自己關起來 對不對 那你不是失去自由嗎 不 你這個時候其實正在追求你的自由 因為你要追求你自己的實現 而這個實現必須通過閉關的話 你就不惜把自己限制起來 因為最重要的事實上是這樣的一個實現 那麼對於黑格爾來講 歷史正是這個追求自由的 一個過程 追求自由的過程 所以在這裡他就引到了一個拉丁的字字眼 叫Homo Faber 那麼這個在八十二頁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這一段 這裡 他就是Homo Faber 這個Homo就是人 就是人 而這個Faber就是工作者 所以Man the Maker 人就是這個創造者 人就是這個工作者 那麼這個正是這裡面 他談到了這個人類的一個特點 那為什麼他要談到這個特點呢 他說 This motto extends from the making of laws and calls to the making of laws 牽涉到人的所有的工作 人的所有的實踐 人所有的做法 那麼我們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上個星期的最後 談到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這張圖對不對 我們說行動是知識的活塞 那麼你要得到知識 不是什麼 什麼事都不做 相反的你要透過行動 去檢驗你的知識 對不對 那麼透過這個不斷的行動 你的知識才能夠增進 那麼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所以人類的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什麼 牽涉到了他的實踐 牽涉到他的作為 包括求知這件事 求知這件事並不是什麼 就是什麼都不做 說因為知跟行是兩件事 在Heiger的這個哲學裡面 知跟行並不是兩件事 當你在讀一本書的時候 你正在做一件行動 對 你正在做一件行動 那麼當你在寫一本書的時候 你也是在行動著 對 你在實踐著 所以甚至理論的創造的過程 也是一種實踐 理論的創造的過程也是一種實踐 你不要以為只有勞力叫做實踐 勞心一樣是實踐 對不對 你要去想出一個企劃案 要去編排所有的做這些設計 這個什麼 這些其實都是勞動 這些都在生產的東西 都在創造的事物 所以當然也一樣的都是所謂的這個勞動 都是實踐跟這個行動 這個是在這個地方我們主要談到的 就是人作為一個創造者 那麼在藝術上 人當然同樣的也是一個創造者 也同樣的是一個創造者 那麼在這個地方 他有一段很長的這個文章 那麼有一個很長的段落 那麼這段段落是這樣說的 就是我剛剛那個Homo Faber這個字的後面 他提到 Only through making a leap a faith into a new historical form 那麼這裡提到一個什麼 歷史的形態 那麼這個歷史的形態是 藉由一個跳躍 對不對 a leap 那麼做一個跳躍 信心的信念的跳躍 那麼從一個歷史的階段 跳到另外的一個歷史的階段 那麼這個跳躍讓我們進到一個什麼 a new consciousness of utopia 一個新的烏托邦的意識 也就是一個新的理想 就是我相信我這樣做 我可以達到什麼東西 我所追求的是什麼 那麼事實上對於黑格來講 不同的歷史的形態的區分 就常常就在這樣的一種烏托邦 或者在這樣的一種信念裡面 就是這個時代的人 他所追求的是什麼 而另外一個時代的人 他所追求的是什麼 那麼這裡面就牽涉到 這個不同的形態 牽涉到不同的形態 那麼所以他在這裡面 他提到的是a leap of faith 對不對 into a new historical form 這個所謂的這個 new historical form a new consciousness of utopia 是對於一個烏托邦的一個新的意識 也就是說他想要什麼 他想要什麼 所以他一樣的去 假如你區別你自己人生的不同的階段 那事實上那個不同的階段 很可能是什麼 你的utopia的不同 也就是說你這個童年的時候 你追求的是什麼 少年的時候你追求的是什麼 對不對 然後你幾歲到幾歲之間追求的是什麼 正是這個決定了你不同的階段 因為你的utopia的不同 那麼構成了你的意識 你的努力的方向的不同 所以就什麼 成為你這個人生不同的階段的追求 就像那樣子一樣 那麼不只是如此 他說這個所追求的 a new consciousness of utopia a new set up for human life to play itself out in particular key kind of game 那麼這些不同的追求 你都可以把它視為是不同的遊戲 對不對 不同的遊戲 在某一種特定的遊戲裡面 要去什麼 to play itself out 去把自己給玩出來 玩出我自己來 那麼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不同的階段 所呈現出來的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理解所謂區別 他那個瓜胡裡面所提到的 希臘 羅馬 中世紀 文藝復興 啟蒙運動 他們的差別不在於什麼 地點的不同 不在於時間的不同 如果時間不同 但是追求的其實是相同的東西 玩的是一樣的遊戲 那事實上他們就根本就是相同 根本就可以什麼 擺在一起 當作同一個階段 那麼他們之所以不同的階段 乃在於希臘人跟羅馬人 所玩的遊戲是不一樣的 希臘人的理想跟羅馬人的理想 是不一樣的 希臘人所建構的烏托邦 他們的追求跟羅馬人所建構的烏托邦 他們的追求是不一樣的 那麼同樣的 中世紀文藝復興或者啟蒙運動 他們的差別也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麼所以在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這些歷史的進展 而這個進展很多的都跟這個 我們前面上個禮拜 那個投影片裡面有一張 他用到的這個字 就是aspiration 是有關的 就是人在他的生命當中最重要的 其實不是他的知識 而是他的想望 他的理想 他的願望 他的未來的對未來的憧憬 他所要追求的東西 是那個東西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你有多大的這個知識或者是學問 但是如果你沒有任何的aspiration 那麼等於你這個生命 其實已經什麼 毫無生命力了 我們說哀莫大於心死 心死就是什麼 沒有aspiration 那麼由aspiration 這正是什麼 構成這個人之所以為這個人 因為他的所有的努力 他的所有的追求 他所有的行動 都會朝向這個方向去進展 都會朝向這個方向去進展 那麼這個事實上是構成一個人主要的部分 事實上也表現在什麼 他的比如說生命的意義或者什麼上面 所以一個人在有學問 對不對 像那個胡士德 他說他已經拿了什麼 就是醫學、哲學、法學 還有什麼學的博士 可是他整個生命是灰色的 為什麼 因為知識是灰色的 那麼 所以他跟這個魔鬼 這個 Mephist 這個做交易 那麼他把那個靈魂賣給魔鬼 但是這個魔鬼就什麼 在讓他重新去享受人生 於是他們人生又有了什麼 又有了aspiration 又有了想望 那麼這個想望其實構成的是什麼 生命裡面更大的一部分 更大的一部分 生命正是在什麼 不斷的有新的理想、追求、願望 以及什麼 那麼一個人如此 事實上你可以說一個文化 一個社會也是這樣 當一個社會說選什麼選舉 對不對 反正選出來的人 選這個也是這樣 選那個也是那樣 對不對 吃這個也養、吃那個也養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你就什麼 你這個社會就不會再抱有任何的期望了 除非你認為這個人選 是我覺得他是能夠帶給人希望的 所以一個好的這個什麼 好的這個候選人 當然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是讓人能夠引起人的想望 說未來還有什麼樣的可能 還有什麼樣的路可以走 讓人看到他開出一條路來 這個是我覺得作為 尤其是一個社會裡面作為一個領袖 在一個民主、在一個文化裡面 如果他是一個能夠帶領人民的人 那麼他提供這樣的一種願景 提供這樣的一種想望是很重要的 因為透過這個大家才會什麼 有力量站起來 他不是什麼混吃等死 對不對 或者說我只求一口飯吃 生命不能夠只是這樣 對不對 生命必須要能夠有更多的追求或者什麼 這個事實上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你看看那些自殺的人 自殺的人不是他沒有知識 而是他沒有想望的 並不是他沒有知識的 而是他的生命已經失去了 未來、可能以及等等這些東西了 所以在生命裡面其實更重要的是這個 那麼在整個歷史的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的也是 就是我們區別這個民主之所以 不同於那個民主 在於他們有不同的aspiration 他們有不同的追求 他們有不同的想望 然後他們有不同的理想 這個事實上是真正的差異之所在 OK 那麼如果我們了解這一點 那麼當然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這句話裡面他所提到的 就是這個透過這樣的一個跳躍 對不對 透過這樣的一個跳躍 然後把自己這個 在某一個遊戲裡面把自己給玩出來 他說只有透過這樣的一個跳躍 對他說 could the limits of each be known 那麼只有透過這樣子才能夠看到什麼 每一個的限制 and something better be imagined 然後了解到這樣的一個限制 就可以什麼 去想像 因為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那我就開始想 那我是不是還有別條路可以走得通 對不對 and something better be imagined out of the details and dreams of the old 那麼在這些舊的廢墟 舊的那些細節上面 去想像一個新的路 一個可能的道路 讓我可以走出來的道路 這個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辯證的過程 所以我剛剛說當然錯誤是需要的 因為錯誤讓你發現這是一條死路 那麼這是一條死路 我並不是什麼 灰心喪志 為什麼 因為我還有aspiration 對不對 我還有期待 所以這條路走不通 那我怎麼樣 酸窮水淨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在想還有什麼那種路 可能我再去嘗試 那麼我去找某種更好的路 去走出我自己的這個道路來 這個就是什麼 生命整個進展的一個過程 所進展的一個過程 那麼這個事實上也是什麼 這個辯證就在這裡面產生 所以即便在中文裡面 常常說類似的話 這是什麼 窮則辯 辯則通 為什麼有窮 因為發現了limits 對不對 發現了限制 所以你必須什麼 換一條路 那麼就要變 對不對 就要變 那麼如果窮就自殺 那就沒有變了 對不對 他怎麼碰到一條死路 他就全盤放棄了 因為他沒有aspiration 但是如果你還有aspiration 你自然會什麼 會去尋找別的出路 生命自己會去尋找出路的 如果他還保持著生命的抑制 這個尼采稱之為要全力抑制 就保持著這樣的一個生命的抑制 他會去尋找別的路 然後繼續的嘗試 朝向他的這個理想 朝向他的無托邦 朝向他的這個信念之所趨的地方 繼續的去進展下去 這個大概就是這個長的句子裡面 那麼他所要表達出來的東西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人繼續的怎麼去往這個自由 這個去進展 那麼人類的自由 最終只有在歷史的終結的時候 才能夠實現 那麼人類的知識也只有在歷史的終結的時候 才能夠達到完滿 但是歷史一直沒有終結 所以這個自由的追求 也就不斷地進行下去 那麼當代有一個叫福山的日本人 他就認為說不 歷史已經終結了 意思是說什麼 我們已經追求到自由了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覺得 已經追求到自由了 至少我覺得各種方面 都還有很多大有可為之處 對不對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政治 我們的學術 我們的文化 你已經那麼快就滿足了嗎 你已經沒有任何的 Utopia的想像了嗎 這是真是讓人家覺得滿可疑的一件事 那如果你還覺得還有更多還沒有達到 那你當然就不會什麼 就不會承認歷史已經終結了 還要do something 還要做些什麼 還要做些什麼 那麼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會看到的是什麼呢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 人不斷地朝向他的未來前進 那麼知識事實上要在最後才能夠達到 那麼這個Kiger這樣的一個觀點 就是知識只有在歷史的終結 才能夠達到 這樣的一種觀點 這個遍布在他很多的地方 那麼一個就是他的法則學 那麼法則學裡面的這句有名的話 The Hour of Minerva 就是什麼 Milerva的貓頭鷹 Milerva的貓頭鷹 那麼Milerva是羅馬神話裡面 這個智慧女神 就是相當於希臘神話裡面的 Athena 雅典娜 那麼他們都是什麼跟智慧是有關的 那麼這個貓頭鷹 貓頭鷹在西方也代表的就是智慧 所以Milerva羅馬神話裡面Milerva的雕刻 或者是希臘神話裡面Athena的雕刻 通常他肩上或者附近 一定有一隻貓頭鷹 一定有一隻貓頭鷹 那麼貓頭鷹就是夜貓子 夜貓子就是什麼 就是白天都在睡覺對不對 他要到什麼呢 到了晚上的時候他才開始活動 他才開始活動 所以貓頭鷹其實就是夜宵對不對 因為他不到這個凌晨 他是不會去睡覺的對不對 The hour of Milerva begin its flight only with the outset of dusk 那麼他說這個Milerva的這個貓頭鷹 那麼要到什麼呢 要到這個黃昏 這個夜幕垂下那個時候 才開始他的飛翔 那麼如果這個Milerva以及貓頭鷹 都代表的就是所謂的這個智慧的話 那麼也就是智慧事實上要到什麼 到一天的結束的時候才出現 所以如果從這個方面來看的話 這個當代美學在中午上課 其實不太好對不對 因為這個時候智慧還沒有出現 還有什麼那個頭昏昏腦脹脹脹 還有什麼肚子餓想吃東西 或者諸如此類的 那麼反而到了什麼 到了晚上的時候 到了晚上的時候不要聊天對不對 不要玩game 這個時候是你腦筋最清楚的時候 這個時候正是什麼用來思考 這個哲學的時候 那麼Heber來講這個話的時候 其實不是要講說什麼 這個一日之際再一夜 並不是這個意思 他其實在講的是什麼 一個時代要到了他的這個結束的時候 要到了他的結束的時候 這個時候智慧才出現 那麼當然擺在一個人身上 也許也說得通 一個人要到了他的晚年的時候 他才什麼 一切才什麼 才了然 當他這個默然回首 看到他過去所經歷的東西 他才了解到原來這些事情 有些什麼樣的意義 相反的當你就在當下 當你就在什麼 你人生的少年、青年、壯年的時候 你正在那邊奮鬥、在那邊鬥爭 正在那邊進行的時候 也許你並沒有什麼真正的了解 你只是什麼 按照著某些你的本性 按照著你的憧憬、你的想法 很望你的追求在進展著 那麼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這個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他說人類的知識 只有在歷史的終結 到終結的那個時候 才能夠達到完滿 那麼這並不是什麼 人在整個歷史的進展過程中 都沒有知識 是那個時候的知識並不完滿 只是什麼 有限的認識 他並沒有辦法了解到 這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並沒有辦法了解到 這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哲學或者真正的知識 就變成了是一個什麼 是一種回顧 對不對 事實上是一種回顧 是一種反省 是一種厚思 只有到最後的時候 他才能夠理解到這件事情 那麼這個就構成了 這個黑格爾所謂的一個哲學的特點 就是哲學是一種厚思 而不是一種什麼前思 當然更不是什麼 更不是一般人所說的 學哲學的就是算命的 對不對 學哲學的算命的是什麼 是我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 但是命的貓頭一直到最後才起飛 對不對 你怎麼那麼早就起飛 已經可以預知未來 看一下這個什麼 預言以後的事情 在黑格爾看來 這根本就是什麼 想要跳過那個羅德斯 跳過那個羅德斯島 那個人是不可能跳過羅德斯島的 這個是黑格爾的一個觀點 那麼當然並不是什麼 人類所有的歷史的終結 如果我們可以把它放在一天的結束 可以把它放在一個人一生的結束 那麼我們當然也可以說 在歷史裡面 它有各個不同的階段 每一個階段都有它的終結 而在它的終結的時候 它在回顧這一段的歷史 那麼所有的東西也就逐漸的明朗了 也就逐漸的明朗了 那麼就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什麼 這個哲學家們的出現 通常都在一個時代 已經發展到它的高峰過了以後 然後這個哲學家才出現 這個是為什麼我說的 哲學總是來得比較晚 但是徹底的了解整個人類的歷史 或者了解整個人到底有些什麼樣的意義 那個完滿的知識也許要到整個歷史的終結 而如果那個歷史的終結永遠是沒完沒了的話 那也許人類的知識也許也從來不可能達到完滿 也許就這樣子 但是在我們書裡面 它並不是採用這樣的一種解釋 我剛剛說這個Hervis 它並不持這種觀點 那麼它說 只有到歷史的這個最後 我們才能夠正確地理解到 人類的行動最後會倒向什麼地方 OK 這個是我剛剛所講的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麼它說 At the time we stake a risk I'm sure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conception of law equality human community culture philosophy 那麼在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是什麼 歷史還在進行的時候 我們總是什麼 我們總是還是在冒險著 對不對 We stake a risk 我們不確定 I'm sure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conception of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確知未來會怎麼樣 對不對 像明天才是選舉 對不對 每一個候選人 只要還沒有到 最後一剎那 它總是還有希望的 對不對 它總是還在進展著 還在追求著 對不對 因為這才是我們真正的人生 我們的人生其實是什麼 是你有一個什麼期望 然後你總是什麼 沒有把握的 這個世界上就是未來的東西 本來就是不可能有把握的 所以它不可能什麼 對它是有知識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 那個時候你抱持的其實是信念 而不是知識 知識是什麼 發生了 所以你知道了 對不對 比如說後天你知道 選舉的結果 那時候叫做知道 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是什麼 是預期 或者你現在是希望 你相信 或者你什麼 這個不能夠叫做知道 這個不能夠叫做知道 那麼這個是我們在前面就已經談到的 就是我第一個小黑點所講的這句話 可是你看到它下面這句話 它說 這個就顯示這個Havis是這樣理解黑格爾的 他說Happily for Hegel the final victory of history the great spin of his golden snitch Golden snitch各位知道了 對不對 因為你們都看過哈利波特 這就是Golden snitch 那麼每個人都要去抓到這個Golden snitch 中文把它換成叫金探子 那麼他說對於黑格爾來講 歷史的最後的勝利 也就是抓到歷史的金探子 抓到這個Golden snitch 這個已經什麼 已經達到了 an end of the game of this weasery occur 他說這個什麼 這個遊戲已經結束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最後誰是勝利者了 so he felt certain 所以你說Hagel就很有把握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right in his leg 已經在他的懷裡了 已經被他抓到了 其實真的在Hagel那裡 歷史就已經終結了嗎 那我就說這個哲學家 都靠有問題對不對 那歷史不會再繼續發展了嗎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會顯示出什麼 顯示出是一個矛盾出來 這個矛盾就是說 一方面我們談的是 整個歷史是在進展的 而且你也知道 即便等你死了 歷史還是會繼續發展下去 對不對 那不然你把後代人當作是什麼 那麼尤其是一個看了 整個人類的發展這麼幾千年來的 他這個發展 怎麼樣的去理解他 繼續怎麼去進展下去 那這事實上就形成什麼 兩派的不同的那個 Hagel主義者的觀點 一派就認為說 到Hagel這個歷史結束了 對不對 像那個日本人福山 他就是覺得這個資本主義 就是人類的終極命運 就是這已經是歷史的終結 這是歷史的終結 那麼在另一方面 而且這樣的信念其實是很多的 你看馬克思他也有一個信念 對不對 所以他來講真正人類的歷史的終結 是共產主義 對不對 OK 那共產主義的確也興盛了 然後也又衰落了 對不對 現在共產主義國家可能比這個 資本主義國家還資本主義 對不對 那個貧富的差距可能更加的懸殊 以及等等 那麼 可是另外的一派的人則認為什麼 就是如果這個Hagel哲學裡面 更重要的其實是這個歷史 或者過程 或者是變動 那麼這個變動還是在進行下去的 因而那個所謂的終點 其實只是一個什麼 其實只是一個預設 他永遠都在那裡 然後你不斷的朝著他前進 可是他也什麼 他也從來沒有被達到過 從來也沒有被達到過 那這個事實上是構成了不同的看法 就是對於這個Hagel哲學的理解 那麼把Hagel的哲學理解為說 這個時代已經走到終點了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教條式 在某些方面是違反Hagel精神的 雖然他像是把Hagel的思想 當作像聖經一樣 可是在精神上卻反過來 其實是這個跟Hagel的精神 是不太一致的 那麼相反的 這個認為Hagel也只是什麼 也只是時代中的其中的一個哲學家 對不對 整個歷史還是繼續進展的 這看起來什麼 就是好像不是非常的效忠Hagel 可是也許這樣的想法 反而才是比較符合這個Hagel的思想的 這個當然這裡面有一些 這個不同的見仁見智的觀點 但是在我們的書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他的這整個的描述 基本上都是什麼 都傾向於把Hagel那個時代 理解為就是一個終點 所以你會看到他說 This happened with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with the enlightened ideas of Immanuel Kant 那麼他說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歷史的終結這件事情呢 他說呢 發生在什麼 法國大革命 發生在康德的啟蒙的觀念裡面 結果我們現在活到了當代 21世紀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什麼 幾乎哲學現在最夯的是什麼 是後現代 後現代的一個批評的對象就是什麼 啟蒙 就是啟蒙 尤其是啟蒙的那個理性的這個精神 可是在有些人認為什麼 啟蒙就是一種終結 這是一個終點對不對 那麼所以他在這裡面還是說 就是這個法國的大革命 這個啟蒙的觀念 這已經什麼 已經代表了時代已經走到一個終結了 我覺得在某一個意義上 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個階段 那麼它作為某種階段的終結 我覺得是說得通的 但是你要說歷史就停了 這個我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從此歷史不會再進展 因為太小看人類了對不對 人類這個推成初心 永遠不是你所能夠設想的 而且在我們這樣的一個時代 特別創造 特別提倡的是什麼 創造 對不對 創意 你要不斷地創造新的東西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歷史怎麼可能就結束了 然後說從此之後再也沒有改變 這是太奇怪的想法了 那麼所以他在這裡面 他講到這個 就是在這裡的Hager的這個看法 我是不太同意的 他那裡面提到 However consult about life, justice, knowledge, art remain too abstract, lacking in a sense, Hegel believe of how morality, beauty, culture, constitutional law simply hang abstractly in the air without grounds for real interpretation of life apart from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s 那麼這些sociological institutions 包含了這些這些這些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 我們現代社會的機 這個所謂的機制 這個機構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 那麼這個 在這裡面 他的這個後面這句話 他說A true judge 在這一段的倒數第七、二、四、六 第八行 A true judge of culture 一個真正的文化的這個判斷者 或者法官對不對 is one who is not simply possessed of faculty by nature and training 他說不是只是一個什麼 一個有訓練的人 就是或者天生具有某些能力的人 這幾乎都在講什麼 講Hume跟Kant 就是Higer並不認為 就是因為他在講的這種 Hume所謂的test 品位對不對 要找到那個品位最好的人對不對 那麼對Kant來講是個什麼 要去拿掉你那個私人的部分 而走向那個普遍的 那個審美的判斷力對不對 那麼所以他事實上講的就是什麼 這樣的一種能力 他說不是這樣的 並不是這個by nature and training but a person grounded in and limited by their society and its aspiration 他說兒是什麼呢 兒是一個人 這個人他建立在 但是也限制於 因為你所長大的出生的這個環境 這個社會 這個文化 那就是你的土壤 因為你就在這裡面學習 所以你是grounded in 可是也因為你就在這個土壤 就好像一株植物 他生根在這個土壤裡面 但是他也被限制在這個土壤裡面 所以另一方面他也limited by OK grounded in and limited by their society and its aspiration 就是那個社會 以及那個社會的想望 那個社會的理想 那個社會的追求 那麼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這樣的一句話裡面 其實牽涉到了黑格爾對於之前 這個美學的一個批評 那麼我們會看到他在 在我剛所唸的那句話之前 他其實就是說這個康德的哲學 康德的美學對他來講 事實上是什麼 太抽象了 因為他的這個美學並沒有 具體的放到了我們的生活的世界 我們所生活的脈絡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文化裡面來 所以康德的美學是什麼 打高空的一直在談那些抽象的理觀念 那個所謂的鮮豔的審美的能力 但是對黑格爾來講 美學事實上就是要擺在我們活生生的世界 而且每一種不同的藝術都要擺在 他所屬的那個世界 也就是那個社會 那個文化 那個歷史 裡面去 然後從那裡面得到理解 所以具體跟抽象的意思在這裡面 就顯示出來是什麼 什麼是具體 就是放在他的脈絡裡面 放在他的文化 他的生活 他的社會 他的歷史 放在那個裡面 而從那裡面顯現出來 只有在這個情況下他才顯得是什麼 是具體的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抽離了所有的社會文化這些脈絡 然後把他抽離出來 變成一個抽象的概念 這個是他所對康德美學的批評 然後對康德美學不滿意的地方 那麼除此之外 對他來講 康德跟修姆美學他都認為 太依賴個人的能力了 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的的 那個所謂的True Judge of Culture 一個真正的判斷者 他說這個判斷者並不是什麼 在於某些個人的能力上面 那麼然後最後他的這個是對康德美學的批評 因為這裡面他不見得寫出這個康德跟修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一段的最後 他幾乎就是在批評他們 那麼這個對於康德美學的批評 就是82頁的倒數第五行所說的 他說Art is not a consumable thing made for taste 他說藝術不是一個什麼消費的東西 就是什麼給品味消費之用 藝術並不是這樣 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history 他說藝術其實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所以藝術要擺在什麼 歷史裡面 你看我們台大的這個研究藝術的人 叫藝術史研究所 對不對 而不是只是藝術研究所 他說它事實上是歷史的一部分 through which humans have tried 那麼在這個歷史當中 人不斷地在什麼 在嘗試著 And for Hegel succeeded 不斷地在嘗試以及成功 In making a war that reflects their aspiration 就是讓這樣的一個世界 反映著他們的想望 也就是人他的追求 他的想望 他的憧憬 都會什麼 反映在他的藝術作品上面 所以我們從一個藝術作品上面 所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時代 這個文化 這個社會 這個歷史階段的人他們的追求 而不是他們已經知道的 或者至少不只是他們已經知道的 而是他們到底想要追求些什麼 這個對於藝術來講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意思是說什麼推使著你去創作 做藝術的創作 甚至什麼推使著你去做哲學 對我而言 事實上都是aspiration 如果你念哲學說哲學不過就是這樣 你就不會去做哲學了 只有當你對哲學還有所謂的好奇心 還有那個抱持著哲學能夠告訴我些什麼 你還抱持著這樣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你才會去什麼 追求哲學 那麼讓人類的歷史去進展正是這樣的一種憧憬 這樣的一種想望 這樣的一種追求 這是在整個人類的歷史的進展過程中 很重要的東西 那麼在宗教或者哲學或者是藝術裡面 也同樣的他們都有這樣的情況 這樣的一種情況 所以他說 It is a form of wall-making and of knowledge 他說他是一個什麼 創造世界的一種形態 也是一種知識的形態 A way for people to come to know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want 就是他們是誰以及他們要什麼 那麼這個是Higer所理解到的藝術 所以他的藝術當然擺在什麼 整個人類的這個文明裡面來看 那麼藝術之所以不同於哲學 不同於宗教的地方 就是在整個文化裡面 藝術之所以為為藝術是 他被表現出來透過一種 我們稱之為叫做感性的方式 那麼所謂感性的方式 也就是透過一種眼睛看得到 或者是耳朵聽得到 一個你的感官可以碰到的東西 呈顯出 呈顯在那裡 那麼所以這個事物上面呈顯的真是什麼 這個時代的人的一個想望 或者他的一個追求 這個就是他的這個表現主義 那麼這樣的一種觀點 跟歷史所做的的一個結合 所做的一個結合 這個是我們在這裡面所看到的 的這個歷史 就是第三點的部分 那麼這個第三點的部分 當然也跟他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社會表現美學 是結合在一起的 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麼在八十三頁 那這個上面那一段 他就談到了這個 社會表現主義的這種美學 這個簡單的 這個做一個總的一個論述 這個論述 那麼他說 Hegel's term for this is that art is a form of absolute spirit 就是藝術是絕對精神裡面的一個形式 或者是絕對精神的一個形態 那麼在Hegel的這個哲學裡面 這個絕對精神有三個形式 一個就是藝術一個就是宗教一個是哲學 那麼如果我們說他背後的東西 其實都是絕對精神 如果從這方面來看的話 那麼事實上他們三哲是一樣的 可是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了 剛剛我們說藝術是什麼 是這個感性的形式對不對 可是哲學不是感性的形式對不對 哲學你不會什麼 創造出一個看得到這個摸得到的 或者是聽得到的那樣的一個作品 它是文字性的對不對 而這個文字性它其實是什麼 以概念的方式在進展 換句話說那個文字性並不是什麼 是在這個字上面 你並不是盯著這個字看 因為那個不是哲學表現的地方 如果你是盯著那個字看 那叫書法對不對 那不叫哲學 而書法是一種藝術 那麼所以哲學事實上是呈現的是 以一種概念方式的表達 這跟這個藝術用感性的方式的表達 是不一樣的 那麼相對的宗教則是用黑格爾的話 叫做一種表象方式的一種表現方式 那麼對於黑格爾來講 藝術是最客觀性的一種 因為它一定要變成一種 看得到摸得到的東西 成為一種外在的東西 讓大家有目可以共睹 有耳所可以共聽 而宗教則是一個最主觀的東西 因為它徹底的是什麼 在人的心裡面 這徹底的在人的心裡面 那我意思是說一種信仰 你沒有辦法什麼 看到這個人說 這個人叫基督徒 這個人叫回教徒 這個人叫佛教徒 他的這些不會表現在外在 當然也許他的某些服裝穿著或什麼 可是因為人的信念 我的信仰 是一個完全內在的東西 他不是只是儀式或者是打扮 或者是外在的這些東西 或者說這些東西其實是不重要的 對不對 一個人可以打扮成這樣 結果他根本就是什麼 根本就不信這一套東西 或者他雖然在做祈禱 但是他其實根本心裡面是不信上帝的 這也都有可能 那真正的那個他的信或者不信 那是一個完全屬於主觀的東西 所以這方面這個藝術是最客觀的 那麼而宗教是最主觀的 那麼對佛格爾來講 哲學則是一個結合這兩者 就是既有客觀的面向又有主觀的面向 那麼他的這個所謂的主觀的面向 就是他是一種觀念 而觀念是在人的心裡面 對不對 可是他說觀念不像信仰這種東西 它是一個什麼概念性的東西 而概念性的東西是什麼 是仿之四海而皆準的 是普遍的 因為只要什麼 只要你用你的理性 他的這個觀念是這個樣子 不會什麼 因人而異 所以他具有一個客觀的普遍性在 具有一種客觀的普遍性在 那麼這個是作為一種絕對精神的形式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 他們通通都是一種絕對精神 那麼藝術也是一樣的 是這樣的一種絕對的精神 藝術它不同於哲學或者是宗教 這個其他絕對精神的領域 就是因為它是經由感性的方式 那麼這個也就是在83頁的第一行 他提到的 through sensual symbols 經由一種感性的符號 那麼換句話說在那裏面包含了很多的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aspiration 那個憧憬 理想 願望 所有這些東西 所以對於黑格爾這裡 他提到這個就是一個黑格爾跟康德之間的差異 那麼也就是說 藝術所提供的這個東西不是道德的符號 對不對 他說這個not of abstract morality itself which is 康德對於美的觀念 就是認為美是道德的符號 那黑格爾並不認為是這樣 他在他看來 他藝術所代表的一個符號其實是什麼 是一個對於一個新的社會秩序 對於一個和諧統一或者和目的性的形式的 那樣的一個理想化的印象 的一個影像 換句話說他跟你所處的這個世界 是關聯在一起的 是關聯在一起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所以時間地點 這些東西都是很重要的 在這段的最後他說 As such it is a way of bringing to light contradictions problems and the aspiration to resolve these 他說所以我們會在藝術上看到什麼 看到矛盾看到問題 以及看到那樣的一種想望 想要什麼解決這些矛盾跟問題的想望 這是在藝術裡面就會看到的 那麼這就好像什麼 我們在哲學裡面會看到 哲學指出什麼樣的問題 指出什麼樣的矛盾 那麼以及指出還有能夠往哪裡去進展 不只是哲學是這樣 你說在選舉的時候 一個任何一個候選人 是否也在指出著這個社會有些什麼樣的問題 以及這個社會應該要走向哪裡去 那麼如果從這方面來講的話 那麼你可以說他們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內涵在 而這個共同的內涵讓人 作為他就是一個時代的兒子 這是黑格爾的名言 就是任何一個人 包括哲學家在內都是時代的產兒 都是這個時代的兒子 他都不可能脫離這個時代 所以沒有一個人可以置外於他所處的世界 因為你就是被這個世界所生下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你的土壤 那麼你就在這裡生根茁壯 然後認識 對不對 那麼你可能也在這裡發現問題 你也可能受限於你所處的時代 這些大概都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當你發現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會什麼 想要解決這些問題 那麼在一個時代裡面 這個不只是人就客觀的 好像很科學的是要去解決這些東西 其實宗教藝術或者哲學也同樣的都是如此 這是黑格爾的觀點 好 這個大致上就是這一節他所要說的內容 是黑格爾的觀點 你不是人的嗎 是黑格爾的觀點 那個 transcendental人的觀點 都是今天真是很正確的 就是黑格爾的觀點 那麼有一個大醫療 看起來有很多大醫療 就除了一個大藏 要akk童的等手 其實那是黑格爾的 生活人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